让小鱼回到水里 不是 我能采访一下你吗 你一条鱼是怎么跑到土里面的 救我救我救我 别着急 既然我来了 就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让我先看看啊 咱们想要让小鱼回归大海 这个小坑倒是无所谓啊 但是咱们必须呢 把这个大坑给填满 好说 咱们呢就把这块石头 给它放下来这不就 呃 这个石头有点大啊 咱们重来一次啊 这次呢 咱们换一个小一点的石头 诶 没关系啊 一块不行 咱就用两块 这两块加起来 一眼像也能填满这个大坑啊 接下来咱把土挖开 把小鱼放出来 诶诶 加油啊小鱼 你和大海可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呀 诶 有了 既然底下的平台上的大坑无法填平 那咱们呢 就自己制造一个平台嘛 诶诶 有这么一个平整的平台 那接下来 我们将小鱼放下来的时候 只要不奔这根柱子阻挡 就可以轻松拿下这关啦 停停 坐下座呀 机操物流 大家不要这么激动嘛 不过呢 你们要是喜欢烂哥的视频 就给烂哥的视频 来个小小的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 这还是可以的哈 再来看这一关 这一关有两个浴缸 一个油水 一个没水 油水的上面呢 有六块石头 而咱们的小鱼在左上方 嗨 简单 咱们先把两个浴缸连接起来 然后呢 再把这些石头 放到有水的浴缸里 诶 这样一来呢 两个浴缸就都有水了 最后呢 再把小鱼放下来 完美通关 nice 啊天 这么简单的关卡 不值一提啊 趁热打铁 继续继续 我没看透吧 这不和上一关差不多吗 这有什么说的呀 和上一关一样 随便搞搞 诶 不就 诶 诶 不对 有点不对哦 这次咱们先放石头 先把水挤出来 然后再连接两个浴缸 把小鱼放进来 诶 诶 哎呀 这样水也不够哦 浪哥 你为什么非要管 这个浴缸里有没有水呢 你直接把石头 放进空浴缸 把小鱼放进 带水的浴缸不就行了 哦哦 懂了 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这个方法呢 笨呗 来小伙伴嘛 咱们一起电邀 朝访浪哥 把浪哥清醒清醒 啊又来 别别别 大可不必 嘿嘿嘿嘿 咱俩看这一关 还在小鱼的正下方 只不过呢 中间隔着一块石板 小鱼必须得 接住右侧的平台 才能顺利入水 好的 那我们呢 先用中间的石头 填平右侧的凹坑 然后呢 再用最大石头 填平左侧的凹坑 留了留了留了 什么情况 啊好 这次呢 咱们在这边 留一点点的土 然后用它呢 接住石块 完事啊 再把它挖掉 诶 石块就可以安稳的入坑了 最后呢 再把小鱼给放下来 OK 顺利过关 来吧 下一关 嗯 有点难度的感觉了 来 浪哥这回呢 就稍微动点脑子 看这关这个布局 左右两边呢 应该是都能过关 那咱们就先选左边 先把最大的石头 引到大坑 哦哦 看起来还差点事啊 诶 没关系啊 咱们呢 这不还有两块石头吗 目测咱们啊 只需要再用一个最小的就行了 最后呢 再放出小鱼 好嘞 再来看最后一关 三个石块 两个大坑 先用小石块 堵住第一个大坑 呃 这个缺口有点大啊 那咱们呢 再换大石块试试 呃 这个 小的堵不住 大的进不去 这个大坑根本就堵不上了 那那那 那干脆啊 咱不堵了 直接呢 利用这边这个鞋面 让小鱼飞过去 呃 救命 救命 呃 速度不够啊 哎 有了 大石头重量大 速度快 咱们呢 可以把最大的石头 引到小鱼的旁边 让它们呢 一起下落 冲啊 利用惯性加速 小鱼就可以轻松快一张案 顺利通关啦 步步步 步步 步步步至